能够孕育新生命 是神的祝福 也是神所赐的产业 在整个孕期中 准妈妈无比兴奋 也满怀期待 但也有很多的忐忑 对不确定的和未知的因素 而产生的担忧和恐惧 也会随之而来 我怀过三胎 每一胎的经历都不一样 第一胎经历了意外流产 第二胎经历了意外流产 在运势四周时 原本要去医院检查 并在妇幼医院建档 却在等待检查的时候 腹痛难忍 直接在医院流产 并做了刮工术 清离子宫壁 当时整个人是萌的 直到术后回家 还没有反应过来 丈夫抱着我祷告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唯独有一句话 进入我心里 就是约伯记得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期间家人的陪伴 教会的长辈和弟兄姐妹的安慰 使我慢慢地从伤痛中恢复过来 直到第二次怀孕时 我的心才完全得安慰 在六个月后 神赐给我们第二胎 从知道怀孕的那天起 就将腹中的胎儿全然交托给神 在整个孕期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 按照妇产科医生 所建议去做各项的产前检查 前后有15次之多 感谢神怜悯我的软弱 私人点给我们 直到预产期 临到时 每一项检查都显示是正常的 健康的 过了预产期 还没有发动 也没有担心 一方面祷告交托 另一方面听从医生的建议 在一周后住院接受催产 整个过程 我都非常的平静 将自己和新生命全然地交托给神 感谢神这一胎顺产 是个可爱的女儿 很健康 各项指标也都非常正常 四年后 神又使我怀了第三胎 孕期前16周 我都非常淡定 悠然自得 直到17周 拿到唐室筛查的报告单时 我们开始担心和不知所措 因我们被告知这一胎 唐室症的风险超高 正常指标是1到270 但我的指标高达600多 给我做检查的医生建议 我们马上做更多的检查 羊膜穿次数或绒毛膜绒毛取样等 侵入性的检查 进一步确认 这会帮助我们 及早地做决定是否堕胎 以至于降低对身体的伤害 我们夫妻二人 没有马上签检查的单子 而是一起祷告 寻求神的带领 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 堕胎违背圣经伦理 我们深信上帝 极其奇妙又可谓的创造了我们 我们是祂的形象承载者 甚至在我们从子宫出来之前 就已被祂熟知及珍惜 无论如何 我们绝不能故意结束 由上帝所创造的孩子的生命 因此 我们千字放弃那些会对胎儿造成其他未知风险的检查 全心地仰赖神的怜悯 对我们而言 产前筛查只能在可能丧失孩子这方面 给父母做好心理和时间上的准备 并为照顾唐诗症 残疾儿童等严峻的挑战而筹划 无论如何 我们深知神不会将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重担给我们 即或不然 我们也深信 祂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 能够去面对和承担祂所给我们的担子 在整个孕期中 每一次的检查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夫妻都同心面对 每天急着读经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交托仰望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使我们不为此而忧虑 而是充满平安 并且有力量来面对每一次的结果 在过了预产期一周后 因孩子没有自己发动 再一次用催产素催产 由于我身体的耐药性 这次的药的剂量比前一胎的多加几倍 用药的时间也加倍 用到最大剂量 在最后一刻孩子才艰难地生出 还来不及接受新生命的喜悦 就被告知孩子出生时过大 超过四公斤 体温也有一点点偏高 就直接被送到婴儿监护治疗科 这期间需要接受上百项全方面的检查 当时我们心里很慌张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祷告 求神怜悯医治 感恩的是不久之后 孩子的体温就恢复正常 排除脑膜炎的可能 也得知隔壁床位的新生儿 因体重超过四公斤 同样被送去检查 花费了很多的金钱 也让孩子受了许多的苦 最后被告知孩子是健康的 我们为他们高兴 同时也很担心 我们孩子也同样在面对这些痛苦 于是我们就咨询了几位基督徒医生 也去了解各方面的新生儿相关资讯 最后我们决定放弃其他检查 回家按照正常新生儿来喂养 并在满月后再做适当的检查 感谢神从出生到今天 晨晨已经三岁半了 神保守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又活泼又聪明 思维和动作都非常敏捷 赞美主荣耀归给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说你就会订阅明镜称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